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研究美国前总统罗斯福的执政模式 而在拜登任期的前三个月 他将会以一种让国家从困境当中崛起的变得更强大和更团结的方式 来处理当前美国所面临的种种危机 而现在不只是美国国内对拜登充满着期待 全球也对于美国这位新当家寄予厚望 大家银紧期盼拜登执政百日端出了大菜 能够带领着大家一扫经济的阴霾 不过在最关键的黄金100天里 这位高龄78岁美国年纪最大的总统先生 是否能够提出符合万众期待改变世界的计划 说我们将会有详细的讨论 而首先节目一开始 先带您一起来关心本周的国际大事 美国总统拜登新冠上任 不只办事效率高的初期 行政命令几乎是一天一千 政坛的面孔也是焕然一新 目前参议院已经确认了 国防部长奥斯丁的人事任命 让美国出现了史上第一位非裔的国防部长 而海恩斯和叶伦也在日前宣誓就任 成为美国史上第一位女性情报总监 和第一位的女性财政部长 在这个有史以来最多元的内阁当中 印度裔的官员更是占了多数 有多达20位 美国的媒体就猜测原因 除了副总统贺锦丽有着印度协统 拜登本人和印度也有着很深的渊源 甚至在印度还有着同性式的远亲 未来拜登所带领的美国是否会延续 前朝川普的外交政策 联合印度末迪政府来制衡中国大陆 也引发了国际社会关注 在众人促勇跃声伴奏下 美国新特总统拜登 洗手妻子吉儿全甲大小 一起正式搬进白宫 其中还包含了拜登家饲养的两只爱犬 德国牧羊犬上校和冠军 让白宫睿为川普执政的四年再度出现了第一宠物 延续以往美国总统都有养狗的传统 而随拜登执政宽然一新的还有美国的政坛面孔 美国参议院21号以84票赞成 10票反对通过了海恩斯的人事案 让美国出现首位女性国家情报总监 隔一天参议院再度以93比2的压倒性票数 确定退役的陆军上将奥斯丁 成为美国第一位飞役的国防部长 让奥斯丁走入五角大厦的这一幕 写下了历史记录 前美国联准会主席叶伦 也在25号宣誓就任 成为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位女性财政部长 预料将会成为拜登争取美国国会通过 1.9兆美元纾困案的得力助手 而挺台立场鲜明的布林肯 也在26号下午宣誓就职 接下前美国队长唐培欧的大卫 从提名内阁开始 拜登带头修补美国多元种族之间的裂痕 其中印度裔的阁源更是特别突出 除了副总统贺锦丽本身就具有印度裔协同 行政团队中包含行政预算局局长坦登 副国务卿泽雅 白宫新闻副秘书维尔玛 以及卫生局局长莫尔蒂 等等多达20名官员都是印度裔 就连拜登本人也和印度很有关系 拜登在2013年出访印度时就曾脱口说出 自己在印度可能还有亲戚 美国媒体追索拜登家族时 发现拜登第六至第七代以前的祖先 就曾在印度娶妻生子 甚至是当地有名的慈善家 在美国总统大选之后 印度的拜登家族出现不少来朝圣的民众 而拜登本人以及团队和印度紧密的关系 也让拜登在美国四百万印度选民之中 有着高达七成的支持率 川普任内美国为了施压中国大陆 和印度一直保持着良好关系 但印度的莫迪政府却是人权争议不断 拜登上任后将如何和印度政府互动 引发外界关注 而眼下川普留给拜登团队的烫手山芋 还有中国大陆 国际社会应该按照各国共同搭乘的规则和共识来治理 而不能由一个或几个国家来发号施令 不能谁胳膊粗 拳头大谁说了算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达伯斯世界经济论坛上 大酸川普喊话拜登 暗示美国别再以多边主义之名 行单边主义之时 大陆外交部话讲得更白 合作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 我们希望美国新一届政府 能够吸取特朗普政府 对华错误政策的教训 客观理性地看待中国 国际半导体学会也呼吁美国 要检讨川普政府日内的出口管制政策 并减少报复性的单边规定 但为了拯救美国经济 拜登25号还是签下了行政命令 延续并加强前总统川普 买美国货的政策 拜登继续推进川普美国制造路线 推动联邦政府买美国货的计划 让亚洲股市26号全被下趴 日韩陆港台五地股市 都跌了1%到2% 再加上拜登一上台就强调 会敦促中国大陆对排放温室气体 制定更严格的目标 处处显示出依然强硬的对中态度 虽然美中关系暂时无法修复 对内的移民政策和疏困案 也还卡在美国两党之间的协商 但根据美国ABC News 和市调公司易普索 所公布的最新数字 拜登政府似乎还在享受蜜月期 满意度可以说是居高不下 拜登团队表示 华盛顿已经扩大购买 两亿剂的新冠疫苗 在今年夏天结束之前 美国就会完成全民接种 对于拜登的防疫措施 美国民众大声叫好 政策支持度高达七成 但拜登团结美国的能力 却被打上了大大的问号 只有57%的受访者 表示对拜登有信心 另外高达43%的美国民众 都还抱持着怀疑的态度 在经济与疫情的双重夹击之下 United States能否成为拜登口中 团结的美国 为期四年的大考才刚刚开始 记者林湘林唐玉拳 美国总统就职典礼的主角 应该是拜登才对 但却有着不少出席典礼的宾客 靠着高EQ抢进了风头 赫吉利的妓女艾拉 是穿着一身mewmew的外套现身 立刻就成为美光灯的焦点 而贺锦丽外申女的丈夫 脚上是一双Air Jordan 与Dior的联名鞋款 也因为上了镜头 价格被炒到了四倍之多 而拜登党内初选的竞争对手 桑德斯则是反其道而行 只穿着朴素的羽绒外套 配上花花手套 出席了这场隆重的典礼 在位置上翘脚坐着 就好像是一个路人老头 注重宝暖的亲民模样 竟然是意外成为推特上的宠儿 不过最吸睛的 其实还是新任美国副总统 贺锦丽的穿搭 一身紫色的套装 配上珍珠项链 珍珠耳环 竟然就和2000年所播出的卡通 辛普森家庭中出现的女总统 是一模一样的 巧合的程度 让不少的网友直呼惊讶 美国第46任副总统贺锦丽 脸带笑容宣誓就职 一次写下多项历史 贺锦丽不仅是美国历史上 地位最高的女性名选官员 第一位女性副总统 也是第一位 有着非裔亚裔协同的副总统 破纪录的就职典礼 知名喜剧动画 辛普森家庭 却提早21年就成功预言 在辛普森家庭2000年播出的剧集 《回到未来》中 成为总统的 莉莎·辛普森 穿着一身紫色西装外套 加上西装裤 搭配珍珠项链和耳环的模样 和贺锦丽在就职典礼中的穿搭 可以说几乎是如出一彻 但最神的还是这句 莉莎在桃圆形办公室内 说出的台词 准确到出前任总统川普 给美国带来的债务问题 再加上辛普森家庭 先前就曾预言过 川普会成为美国总统 让不少网友纷纷搞笑留言 辛普森家庭的剧组 可能真的有一台时光机 除了贺锦丽本人 因为撞山丽莎·辛普森 掀起网路热议 贺锦丽妻女艾拉的高EQ 发话题 有两个孩子 Kohl和Ella 你看到那里 这是一个家庭 它是美国的分别 它是在政治上的变化 走在贺锦丽身旁的艾拉 一头卷发 搭配着文青的圆框眼镜 配上miu mu秋冬款 坠着金石的格纹大衣 复古又有席 事实上艾拉本人 平常穿衣服的风格 也非常大胆多元 被美国媒体 分为最酷的副总统千金 有望取代前第一千金伊凡卡 成为白宫最新的时尚icon 而这双在镜头前一闪而过 Air Jordan联名Dior的鞋款 也意外爆红 原本穿在贺锦丽侄女的丈夫脚上 价值折合台币约五万六千块钱 典礼过后却被炒到了四倍多 拜登孙女Macy脚上这双Nike球鞋 拍卖网站的交易量 也在典礼后暴涨两倍 成为超级热销的鞋款 但在这场就职典礼上 最抢风头的名人 不是艾拉也不是Macy 而是已经高龄79岁的 民主党元老级参议员桑德斯 抱着牛皮纸带匆匆入座 拜登党内初选的对手桑德斯 出席庄严隆重的美国总统就职典礼 却只穿着一件深色羽绒外套 搭配毛线织的花花手套 原本毫不起眼的路人穿搭 他却因为和周围人群太格格不入 反而非常突出 桑德斯一脸淡漠对典礼毫不关心的翘爪 作者仿佛在想这场漫长的就职典礼 怎么还没结束 搞笑画面不知意外成为媒体报道焦点 更受到美国网友欢迎 和桑德斯同款的羽绒外套和手套 引发流行 马上就卖到缺货 桑德斯翘脚的照片 更被批成各种迷因梗图 让hashtag Bernie Sanders 成为推特热搜 网友们将桑德斯 披紧外太空偶像团体 BTS的合照 各种影集和电影场景中 甚至在吉普利和迪士尼卡通中 也能看到桑德斯翘脚坐着 毫无违和感的身影 就连桑德斯本人 看到推特上铺天盖地的搞笑图片 也忍不住笑了出来 你意识到这张照片 突然变成了今天秘密的秘密吗 没完全 我只是坐在那里 想保持温暖 想要注意到什么情况 虽然桑德斯大感意外 表示自己只是怕冷 才会这样穿 不懂为什么会爆红 但他很高兴自己的迷因 可以被拿来做好事 甚至表示自己的团队 已经决定将这张照片 印到T恤上易卖 而所有的收入都会捐给 帮助英法族低收入户的机构 要让大选后的美国 不只有笑声 也能充满温暖 记者林湘林 唐泉 纵好报道 全球新冠肺炎的确诊人数 已经正式破译 有超过200万人因病死亡 拿到有效的疫苗 启动疫苗施打计划 成为许多灾情严重国家的 首要目标 但是疫苗的配送和生产的问题 却正在拖慢各国 抢救生命的脚步 美国纽约多地都出现了 疫苗短缺 欧盟和加拿大的疫苗交付时间表 也传出了将会延后 同一时间 中国大陆却是对着各国 输出了大量大陆制造的疫苗 借着优势展开疫苗外交 试图要扭转病毒发源国的骂名 一旁的世界药厂 印度也不甘示弱 干脆就连商业性的协定都不签 直接大手笔赠送了上千万剂的疫苗 给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在这场疫苗外交战当中 大陆和印度争锋相对 为了推广自己的政治影响力互不相让 开心卷起袖子 65岁微软创办人比尔盖茨 符合接种标准 23号完成手机疫苗施打 而除了昔日的世界首富 加入对抗新冠病毒的行列 美国阿根廷等各国领袖 也纷纷拉起衣袖 带头接种疫苗 为人民打一剂强心针挂保证 尝试缓解日渐失控的疫情 而印尼总统佐克威 不只全程直播接种疫苗瞬间 还大方在荧光幕前 向提供300万剂疫苗的 中国大陆表达感激 疫情告急 全球争抢疫苗的风暴正式成型 不过隐藏在一针一剂背后 国际间的角力已经悄然展开 将作为全球公共产品 以公平合理价格向世界供应 我们还将以多种形式 优先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疫苗 包括捐赠和无偿援助 为了甩开病毒发源国的标签 中国大陆不断加快疫苗研发时辰 也频频向发展中国家招手 意图透过大量输出疫苗 扩大朋友圈 更故障东南亚主动于马来西亚 及菲律宾签署疫苗协定 尝试以此缓和南海问题 进一步稳固全球地位 虽然大陆的疫苗因为临床试验数据 不够透明 保护力更被巴西踢爆仅仅只有五成 而备受质疑 但是因为成本低数量充足 还可以在一般冷藏温度下保存 深受不少发展中国家的青睐 截至目前为止 大陆输出疫苗范围欲40国 更横跨欧亚非南美四大洲 而因编辑问题与大陆僵持不下的世界药厂印度不落人后 这回也跟上疫苗外交的操作 锁定大陆一带一路政策的重点国家 像孟加拉 布丹以及尼泊尔 免费送出千万级疫苗 避免大陆在喜马拉雅小国扩大政治影响力 交近因为相当浓厚 我们最大的问题是很简单 就是缺乏疫苗 但反观欧美强国虽然抢先在第一时间 买下保护力相对高的辉瑞莫德纳等疫苗 全英数量有限在扩大施打后出现疫苗荒 美国各地注射站天天大排长龙 民众不只得花超过5小时排队接种 想注射第二剂疫苗 还得等上6个星期 而欧盟原先预定的辉瑞疫苗 也因产的问题延迟交货 导致全球各地疫苗短缺 看准各国急于控制疫情的焦虑 一心想超越并取代中国大陆的印度 也准备好大打疫苗外交牌 在这个掌握疫苗就掌握希望的时代 这场不见严小为了疫苗龙头争夺战 未来还有哪些国家有实力加入战场 在这个掌握疫苗就掌握希望的时代 这场不见严小为了疫苗龙头争夺战 未来还有哪些国家有实力加入战场 中国大陆能否如愿靠疫苗 甩掉贴在身上超过一年的万恶标签 印度能否效折靠疫苗成功打败宿敌 成为民府其实亚洲最具影响力的大国 全世界都在看 记者林湘玲 许珠新综合报导